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头脑有智慧 是吧 像昨天都砍出恐慌症来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搞得我们一夜没睡早 你要说现在80后90后的人 如果说你不知道侯德剑 那么我认为你有点缺客了 要补补 这是龙的传人 而且他自己这一路 一个台湾人 1983年算是最早跑到大陆的人 台湾人之一了 对吧 侯德剑 在大陆受到那样高的待遇和礼遇 风头一时无两 但是七年之后 又偷渡回台湾 然后被台湾判了三个月 然后又远赴新西兰 在新西兰你算是困学16年 学艺经 2006年获得批准 又能重回大陆 现在住在北京三元桥附近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对他感到无穷的好奇 以至于就说我们都想知道你现在靠什么活着呢 我现在主要就是帮一些大企业写企业歌 下海了 那价钱不错的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旅游景点 他们都其实都蛮需要一首比较能传唱的 而且比较能够传神的 怎么样的企业歌呢 你举个例子听听 像做灯泡的我也帮他们写过 赵桥的 也帮他们写过 灯泡的企业歌怎么 亮亮亮的什么 不是不是 那很特别 没有一个灯泡的意思在里面 这还是高手啊 做的时候 很好玩的 但你就不想再做传世的歌了吗 我想传世的歌他不是想做或不想做 其实都是不小心的 你比如说你前面的 我大概有两首歌比较可能会 大家会有印象的 一首是龙的传人 一首是旧干汤卫 好了 那么你说我当我写这两首歌的时候 我是准备把它传世的吗 没有 完全没这想法 当时龙的传人的最早的这个时代背景 也没有意思 是美国跟台湾断交 那是跟谁断 跟谁结交呢 就是跟中国大陆 当时他们台湾班里的同学就义愤填膺了 但是他就有了这么一个龙的传人 都是龙的传人 所以说他在台湾 别搞成这样 你死我活的好像世界末日这样 这个意思 我们当时很奇怪的 就是1978年12月18号还是16号 这一天早上 那么我被同学邀请了 猴子猴子 哎呀我们姓猴嘛 就没办法 长得也像 鼠也鼠猴 鼠也鼠 好像这个美国人要跟我们怎么了 然后我当我听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过 你那时候多大 1978年大学应该要毕业了 但是没毕业 大学生 大学生 对 我是因为我大学多了太多年了 老是过不了关 老留学的 老留学 不爱 不想毕业 然后呢 就是说 让我听 就是说到底是说了什么东西 但我也只听到一部分 那么我们就去跑去找 这个外交系细主任 这个朱老师 朱建商朱老师 我们说朱老师 我们刚听到那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 那朱老师跟我们说 是的 没错 那么美国这个宣布 那么和北京建交 和台北端交 那这个是晴天霹雳 对于在当时的台湾来讲 晴天霹雳 那是 这是美国干爹说 不要我们了 那 那个情绪啊 有愤怒的 就是说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离婚 打离婚官司 或者失恋的 就是你这个负心寒的 有这种情绪的 那么 什么情绪都有 还有就是说 你不讲道义啊 你不够哥们 好像就是朋友不做了 不仗义 不仗义 最好玩的 还有呢 就是说 私下呢 就是说 我那托福考试 考了590多分 那去美国留学 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是比较现实的 好了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在学校里面 贴了大字包 什么大字包都有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心里面 觉得说 嗯 我不是怎么看 这个问题 啊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看到了一个问题 是说 中国人真的有智慧吗 如果中国人 真的有智慧啊 那么 中国人能不能够 自己解决 自己兄弟之间 自己家人之间的问题 还是说要人家 在旁边说三道四的 啊 在这边趁机 渔翁得利呢 啊 我们真有这种智慧吗 那么我们有的是 五千年的文明 还是五千年的文化呢 嗯 那我们还是 有道具我们有多少智慧 啊 那对这个问题 在那个年代 1978年的时候 我是很失望的 啊 因为在我深周遭的同学的 或者社会上的 这些表现 就歇斯底底那种 非常就是收不住的那种 情绪的那种 我觉得这样 你们就能把事儿带好 呃 我 我不认为的 所以就有了这个 所以我听了他这段解释啊 嗯 我发现这个 新批评有个口号 叫作者已死 就是说新 新批评一种文学理论 是 他就认为我们看作品 只看文本 嗯 不要考虑作家讲什么 假定作家已死 这新 二十世纪新批评 这个是组 是是 我发现新批评 还是有局限 你看 刚才这个作家的 这番解释 是 对我理解这首歌 我下次再听 我 我 以前我总觉得 这首歌是歌颂中国 五千年龙的传人嘛 就是 现在我估计 河南什么地方 祭皇帝的时候 都在放这个歌吧 原来他还有 这么一个现实的背景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很受启发 对 谢谢你今天讲这番话 因为有强强三人心 我才有机会啊 多说几句 否则如果没有 强强三人心 我就没有机会来说 那做的 本来就该死了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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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 海上的梦隆 多少年 又是多少年 与梦 与梦 已灿亮天 永远 永远 已灿亮天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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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众星为你聚焦 世界阴影璀璨 新一代轩逸 钥匙登场 感恩四百万 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你的优点是不安分 缺点是太不安分 所以你看从当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学生 他的这种胸怀 其实台湾人最爱讲格局 这个词我还是在台湾人那学出来 我对于是说什么 你看你这个不安分的是吧 你也不弄音乐 然后你还弄动漫 你还给企业写歌 你还到新西兰16年研究易经 你还有政治热情 你还搞政治对吧 经历了这么多年 这个挫折也好 或者风风雨雨也好 我想问你就是 你今天对中国的命运还关心吗 当然关心 还是已经变成一个更关心个人生活的人 个人是必须要关心的 因为你没有个人就没有家庭 所以他关心北京的楼家 就没有社会 这个都必须要 因为你生存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说一个是生存 一个是发展 对不对 你看这个 但你要说对整个国家 你说不关心 就是说一种冷漠 我觉得没有 还是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站在你的角度 你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 种种国际上的议题 咱们都了解 你怎么看 我们说一个 我们从一个小动物开始说起好不好 小动物 小昆虫 讲讲这个 这个蟑螂 我在七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 听说过这么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是在一个玻璃瓶里面养蟑螂 那么条件是放很少的蟑螂进去 你只能把死的蟑螂捡出来 那你不能把另外新的品种活的蟑螂放进去 然后你喂蟑螂吃 他最爱吃的东西 比如说蔬菜叶子 菜叶子 然后蟑螂生得很快 一下呢 就一层长满了 又长了一层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不进食了 不吃东西了 那你在那个蔬菜上面 刷点花生油 然后再把它就丢进去 他又开始吃了 那这个时候 他长到第三层都长满了 这个时候 他什么都不吃了 你倒花生油 他都不吃了 他只吃另外一只蟑螂 然后开始互相残杀 然后这个时候呢 蟑螂就会死很多 你就把那死的蟑螂捡出来 捡出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 很多小的蟑螂呢 生下来没有脑袋 那么个头也变小了 有的生下来没有翅膀 有些生下来以后呢 整个是透明的 是活着的吗 活着 然后就不觉就死了 然后呢 蟑螂吓蛋的是吓得飞起来 吓得那个瓶子上都是 那么有些那个卵呢 就变成透明的 里面是空的 转的退化 他就整个就下去了 下去到某一个 就是一层都瀑不满的时候 他又开始吃了 又开始吃菜叶子了 但是他这个蟑螂的品种 就开始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 生存 人类生存生活的空间的拥挤感 会让人发狂呢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说呢 当中国历朝改朝换代的时候 都是当人均可耕种面积不足三亩地的时候 改朝换代 并不一定因为前面的皇帝 就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做了什么措施 不 那我们看最近这个 很多 我觉得那个蟑螂自己咬自己 不去吃东西就是战争嘛 那么你回想我们比较熟悉的几次大的战争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是由真正非常强 然后非常富裕的国家 非常这个GDP不断成长的国家 然后要去侵略别人吗 不是的 是不是最近日本到了这时候 所以日本明明这个北方四岛 韩国主岛和这个钓鱼岛 跟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都不是一天两天的 它为什么在最近爆发了 所以这个根源一定要往前面去看 它过去二十年三十年干什么了 它的生存空间被局限了 因为我们本来的生存空间的意思是土地 土地是不可能变大的 但土地可以变大的原因是 我们修桥铺路 当人的交通 沟通 比如说甚至于打个电话 拿个手机 都增加了你的生存 扩大了你的生存的空间 让你不感觉那么拥挤 那么你就不会倾向于战争 甚至于文化 文学 你坐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或者我们的宿舍里面 当你把耳机戴上 然后巴哈的音乐出来的时候 你的空间是扩大了 这是文化的 是 日本人现在又感到拥挤感了 日本人现在不听音乐了 那么他对菜叶子上面刷点花生油 他也不吃了 听说最近他们这个兽精卵的质量也在下降 男性的精子 女性卵子 质量越来越下降 那么这些蟑螂现在干什么呢 如果任何日本人听到这一段 我说蟑螂 是我把我自己也当做蟑螂的 并不是说 我就说你日本人是蟑螂 不是的 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学习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蟑螂 就人类战争的很大冲突 严重冲突就变成战争 那么背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生存的空间的狭小 拥挤 让你窒息 让你不想活了 所以战争并不是说 你去杀了另外一个 你的敌人 其实战争是一个行为 是一个你去自杀的行为 难道纳粹不是自杀吗 但是咱们从另一方面讲 日本这事聊的挺好 他们是蟑螂 但是你说现在像中国 它的发展经济体量的庞大 不是像欧洲 欧美国家都也恐慌 恐慌症也有点犯 是吧 这个东西 他们会不按照你这个理论 他们会不会觉得 现在中国的膨胀 对他们的空间有几压呢 是 你一只蟑螂 如果长得个儿特别大 那别的蟑螂绝对会感觉到威胁的 是啊 那么日本是就是说 过去这20年日本的经济是 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本来就是说 同样的土地 如果你的GDP是像中国这样子 每年曾经保过十几 然后现在还能够保到八 那么GDP的增长 就带给我们更大的生活空间 所以中国人显得没有以前脾气那么大 没有那么凶 还在铺菜叶子的阶段 他这个观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他站在一个 他说他到哪都是一个客人 他1983年的时候 你看他这次来到中国 2006年到现在 他咱们的很多中国人 对现在的中国很悲观 觉得中国非常乐观 但是你看他呢 他从哪看呢 他就说我83年来的时候 中国人都低着头走路 而且那个眼神里 都蒙着一层灰色的东西 灰蒙蒙的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对但是他说他现在 他觉得中国人看到 头有点昂起来 而且眼睛里看上去都有目标 有事可干 房子汽车 女女都有目标 那是贪婪和野心吗 生存和发展 那是蟑螂跑到第三层 我觉得这很可怕 跟83年相比 中国人的眼神不对劲 他们说跟83年相比 中国有些女孩的眼神 都泛着绿光 是美超的颜色 美超的颜色 没错这是你的通 不不我第一次听 但是我一听我 对美超的颜色 我反应是美超 但是就是说 这是我觉得合理的 就是说这是生存 然后第二是发展 然后第三才有可能是 就是说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到最后只有两个答案 就是供给跟需求 只有这两个事情 那么当中国的需求 永远是在供给的上面的时候 中国是不会出问题的 那么全世界经济的 所有的问题 全都是供给太大了 需求一直不断的弱化 这是经济紧缩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全世界都怕这个东西 你应该鼓励贪婪 贪婪 我是鼓励生存 然后鼓励发展 鼓励过得更好 然后就是说 小心 要注意 人别太多 因为 你这个生存的空间 是和你的人口成正比 成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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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所以你现在也是替国家分忧 你就坚持不要孩子是吗 他跟他这个太太 新西兰联结婚 但现在就说丁克家庭是吗 我们目前 我以前有个小孩 我儿子都今年刚好 82年输狗的 30岁了 都儿立了 对啊 我现在的这个夫人 我们结婚已经20年了 那么20年呢 我们觉得说 我就像他儿子一样 已经有一个了 满脸皱纹的儿子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 最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回忍礼物啊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你刚才讲那个生存和发展 其实鲁迅当初讲这个话的时候 它当中还有一个阶段 叫温饱 第一是生存 第二是温饱 第三是发展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在温饱阶段 所以发展呢 还没找到个方向 就对一般的人来说 现在的房子 汽车 这些都是温饱的阶段 但是中国的确过了这个生存 这个阶段 生存是抗战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 文革 这个是一个生存时期 我们政治上能不能生存 肉体上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那现在是温饱的阶段 发展没方向 日本的问题是 它温饱早过了 温饱早过 但是它没有发展余地了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一点 我是同意的 就是说我们只看到 美国在后面捣乱 而它的民族主义 它国内的政治 导致它对几个小岛 强烈的领土要求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角度 它这么一个岛国 这么少的人口 却要维持这么高的一个GDP 它在全世界的 它的GDP很高 跟比中国低不了多少 它每年要维持这个量 极其辛苦 对日本人来说 所以它有一个巨大的 一个压抑感 是不是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 觉得就日本人 而且它以前 日本人在它早期发展的时候 他们都被灌输 是他们的资源少 但只要它强 它可以到外面去拿 对 现在这个路在二战以后 就全部封死了 完全不能动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 就上来吊一岛了 但是我们坚决不能 让他们拿 那么我们就是说 我们如何解决 在这个瓶子里面 这个蟑螂的生存问题 和发展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拿一个锤子 瓶漆一下 把那玻璃瓶给砸了 砸了以后 到处满地跑 太可怕了 好了 那么所以因此要改革开放 那么改革开放是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 是喂菜叶子 第二件事情是 刷花生油 第三件事情呢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把这个小瓶子 拿到一个更大的玻璃瓶里面 放到里面去以后 敲碎它 更大的空间 好了 怎么提供大家更大的空间呢 因为空间它 我说过 原来空间是说 你有几亩地 后来空间是说 你有多少公路 现在就iPhone5了 现在就iPhone5了 马上要出来了 对 那么再请问 你有多少文化 你有多少 创意的产业 那么你有多少 服务型的行业 人与人之间 有多少的沟通 有多少的交流 有多少的互动 但是文化越多 焦虑越多 焦虑越多 对啊 但是这个 这就说精神 脑力的空间 可以是无限的 与宇宙等大的 对 对